好 各位法师 各位同学 大家好 那我们上一次呢 这个维谋结晶就是讲到了地支品 第三 那就是前面呢 前面几品 当然首先就是最主要呢 这一部经呢 主要就是要说明怎么样这个菩萨行 那要怎么样去这个修清净净土之行 就是要能够怎么样获得这个净佛国土 那因为这个佛国土呢 这个就是菩萨成就的依报 那在这个要能够成就这个依报呢 那当然要透过菩萨这个平常的这个修行 所以在这个第一品里面 就有提到这个菩萨呢 应该修什么行呢 那么未来成就的时候就有哪一类的菩萨相应 那么生在他的这个佛国土里面 那所以呢 这个三十七道品啊 四色法啊 六度啊 这些都是这个菩萨修行的这个主要法门 那随着这个法门的建立 同时呢 也要能够成就众生 就是这个佛有讲到的这个众生之类 是这个菩萨的佛土 那也就是说菩萨要成就道业呢 一定不能够离开众生 那要怎么样去成就众生呢 那就是要能够去启发众生的这个潜在的这种智慧 那前面呢 就是透过佛国品啊 就是开宗民意啊 先说明要怎么样亲近佛国啊 那么怎么样修禁徒刑 然后呢 就是方便品呢 就是维摩杰呢 就先说明一下维摩杰他的这个道恨 那么他的这个德高望重啊 上世国王 下世庶民呢 都对他非常的崇敬 那么也就是彰显呢 维摩杰居士 他自己本身的这个智慧 辩才 德恨 都是非常殊胜 非常高超 那么接着呢 就是提到 就是维摩杰菩萨呢 他就是会就是视线啊 这个身体有病 生病了 就是这个色身呢 就是会有生老病死 那所以呢 他就借着生病的这个机缘 那么来这个帮助佛呢 释迦牟尼佛呢 来弘扬这个大圣法 所以呢 一方面也是要启迪这些小圣的 二圣人的这些生文弟子 让他们能够发大吸纳 那另外呢 也一方面也是要让加强这个大圣全教菩萨 他们对于实理的一个实证 那么这个智慧的一个提升 那所以在这个当中呢 他就假借这个色身有病 以这样子为契机 那么来感召所有来探病的人 那么借着这个机缘来为他们说法 所以在前面方便品的时候呢 就已经就是把这个色身 是多么的有很多的辟育 大概有二三十种的这个辟育 那么来说明这个色身呢 就是像梦幻泡影一样 是不可依护的 就是不可靠 那也就是说 鼓励我们呢 就是要能够舍弃对于这个色身的贪着 然后呢 要能够求得法身 求得这个亲近法身 这个才是一个这个永恒的一个目标 那么能够成就这个震报 这个庄严妙相 那所以呢 他就就是兴起了这个念头 就是希望借着生病的因缘 那么还能够度广大的众生 所以他就起了念头 那么希望就是佛呢 能够来盼望他 那当然呢 佛呢 就是因为有这个神通智慧嘛 所以他知道维摩姐的心意 那么两个人呢 就互相 这个就是互相的这个接引众生 那所以他就 佛呢 在前面就先派这个弟子 就是二圣人 先从小圣的这个声闻学者呢 那么先派遣他们 这个希望他们能够去代替佛 那么去探问维摩姐居士 那所以前面的弟子品呢 有十位 这个十大弟子 每一个都说 他们不宽认 去这个慰问维摩姐居士 为什么 因为 他们就会讲 每个人过去呢 曾经碰到维摩姐 这个被他挫败的挫折的 这样的一个机缘 这个故事啊 所以在上次这个 这个弟子品里面 那我们就已经有读过了 十位弟子呢 他们各个说他们不堪的理由 那么讲他们的一些 过去曾经跟维摩姐 这个 这个 交手的一个过程 那么当然呢 这个 如果佛子派这个小圣人呢 去探问 那当然是不出来 为什么 因为维摩姐呢 维摩姐居士呢 他本身呢 就是 就是智德高超 所以呢 如果说小圣人不堪 那么就算了的话 那么还不足以彰显维摩姐的圣德 也就是说 他的这个 维摩姐居士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 德恨 那么 跟小圣人来比的话 那就好像这个大人跟小孩角力啊 所以虽然圣了这个小孩子 但是不足为奇啊 就是没有什么特殊 所以呢 接着 佛呢 就是还要再请这个菩萨 再命这些菩萨 那这些菩萨呢 他们的等级 就是也是一样 就是都达到了登地的这个菩萨 那 也就是都有发大心 发菩提心 修学的人 那么 也就是说 就菩萨来讲 如果连菩萨都不行的话 那 这样子呢 就更能够彰显 未来请文殊菩萨出 这个 来这个探望 那这个 文殊菩萨的这个 这种崇高的这种地位 那就更能够彰显 文殊菩萨的一个殊胜 那所以呢 就是透过这个菩萨品 那么再来 以四位菩萨 那么来说明 每个菩萨来讲他们不堪的理由 那 佛的用意呢 当然也就是 让他们自己说 也就是说 佛有请他们 有邀请他们去探望 那当然这个也就是 也是器重他们的一个 一个能力 那他们自己呢 讲他们不能胜任的 这个缘由 由他们自己来表述 那么可以让 在场的这些 与会的大众 那他们呢 能够认可 也就是说 他们就会有信心 然后呢 对于未来 就是这些人 如果都不足以胜任 去探望维摩姐的话 那么谁才有能力呢 那个这个会引起 他们很高度的这种 这个耗耀心 那么想听法的这种 这种热情 那么就会激发了 那所以呢 在这个菩萨品这里呢 就是有四位菩萨 四位菩萨呢 那就这个 岳小法师 他的这个讲义 因为注解维摩结经的 其实有很多位啊 那我之所以会取 岳小法师的这个 讲义呢 来做说明 那其实呢 有一点大家应该也知道 因为岳小法师 他也是弘扬华言的 一个学者 那么 他在讲这个 维摩结经呢 也是处处都是 以这个原教的教义 那么这个 原遁教的这个礼物 那么来开解的 所以 我们看到这个讲义的部分 他就是说 菩萨品呢 他说此品来义者 就是这一品 为什么会有这一品的出现 那以如来欲垂 进佛国土之教 就是因为如来呢 想要这个教导众生 就是亲近佛国土 这个教法 那怎么样教导这个众生呢 能够有这个发心 那因为进佛国土呢 当然就是为了普利大众 那也就是说 这个时候 要有这种 这个要发大心 那么才会有 这个亲近佛国土的 这种变心 那不是像二圣人呢 就是以自我了托为主的 那因此呢 他希望能够开言 那怎么样去亲近佛国土的 这个教法 但是呢 进佛国土之机未熟 也就是说 机缘还不成熟 那甚至于呢 也就是说 有时候佛要研法 就是要说法 第一个对象 时机跟对象的根器 那么这个呢 都是必须要能够相当 所以如果有一个 不具足的时候 那么其实呢 这个妙法或者是生法 那就很难去开言 那因此呢 这个机缘还不成熟 那也可以说 众生的根器还不成熟 那所以本怀未畅 愈土愈辱 也就是说 佛陀出现世间的这个本怀 不能够这个畅怀的 去这个演说了 所以愈土愈辱呢 就是想说 可是又说不得 因为时机不够 那么这个静明 欲知其意 静明就是唯摩姐 唯摩姐居士 那么是 那么他事先呢 能够知道佛的这个心意啦 所以习为旁敲 种种种喝小喝见 令发净土之心 就是过去呢 就是从旁呢 去这个 去侧击啊 去接引 那么对于小圣人呢 就是或是声闻学者呢 都是怎样 呵斥小教 小圣 或者是见教 见修啊 那么 因为这个佛陀所说的法呢 就是由浅到生啊 就是由浅到生啊 也就是说 从不了义 一直到了义的 这个旧己之教啊 中间大概可以划分为 五个等次啊 就是小始中顿元 就是小教啊 这个始教啊 大圣始教 大圣宗教 还有大圣顿教跟元教啊 那么元教呢 当然就是 这五教呢 就是厚厚包钱钱啊 啊 也就是说 呃 这个元教呢 他就涵盖了啊 他就能够涵盖了 所有的这个 呃 这个大小圣的一个教法啊 那么他以这个元教的观点啊 啊 那么来这个 呃 统观说 有一切万法啊 那他就是比较 就是属于比较 就是简洁名利啊 但是这个 越简洁名利的法呢 越不容易使众生能够明白啊 所以呢 当然 佛在施舍教法当中 就会从小开始接引 就好像我们出生 我们要这个 修学问啊 我们要懂 懂得这个道理 我们也是要从基础 开始慢慢的累积起来的啊 啊 那因此呢 但是呢 就是说呃 因为众生呢 就是也有他的这个固执啊 也有他的执着跟偏见啊 所以这种执着偏见 其实不容易开化 那必须呢 要透过渐渐的接引啊 啊 那个能够旁通 那这个使众生呢 能够渐渐的啊 去这个呃 想要去深入啊 能够能够达到一个究竟啊 所以呢 所以呢 在过去呢 呃 这个维莫姐居士 他其实都有种种的这些啊 这些对于这个小教 或是建教人士的一个推动啊 都是希望他们能够发起这个 呃 修净土的这个决心 那现在呢 就是过去以来 他就一直在从事这样的一种 这个推动的工作了 那现在就是镇住了 也就是说 现在就是全然的发挥啊 要把这个呃 这个大圣原顿的教理呢 要能够这个这个一说到底啊 所以他就呃 士级呵身战佛啊 他就这个显示他有这个有生病啊 那要趁这个机会呢 呵身战佛 就是呵就是呵斥啊 就是这个色身呢 呃 就是呃 不可靠 不可爱的啊 所以呃 要知道这个色身呢 让我们就是呵斥这个色身啊 不要去贪爱这个 执着这个色身 那要赞叹佛身 那也就是说 让我们众生呢 能够去除对色身的贪爱 然后追求法身 佛身子的就是法身啊 那 所以祝阳净土之化 就是帮助呢 呃 佛来弘扬净土的教化 那如来先命弟子者 啊 如来呢 首先他先命弟子呢 啊 要去探望维摩节啊 那是为了御使树袭 备喝 自比非进佛国土之机 令其蛇小目大也啊 也就是说 最先 他之所以这个呃 命令这个弟子啊 弟子众啊 那么去探问 是为了要使他们呢 每个人都讲他们过去呢 被维摩节喝赐的经过 啊 那 自己自比就是自己呢 就是身觉惭愧啊 就是顾如啊 所以并不是 啊 静佛国土的根器啊 啊 那要让他们呢 啊 能够由此呢 来产生这种 啊 这个 这个 耗耀心啊 舍小目大 啊 能够舍弃这个小圣的教法 啊 那能够这个 亲目大圣法 就是对大圣法们呢 能够产生耗耀心啊 那想要追求 那 今命菩萨者 啊 欲使树袭被赐 担任行尽佛国土之行 以成就众生也 啊 所以这个 现在呢 命令菩萨啊 去这个 探病 那也是要让他们呢 自己 讲他们过去 啊 被维摩节喝赐啊 的一个过程 啊 这个经过 然后让他们能够发起啊 能够担任啊 做行这个 亲近佛国土的这个修行 那也就是说能够 呃 有这个使命感啊 啊 那能够使自己呢 能够更成就啊 来成就众生 所以呢 就有此品相随而来啊 其立身之心 亦良苦 啊 那也就是 啊 就是 要利益众生的这个用心啊 其实是 呃 是 是非常的 这个 非常辛苦啊 为什么 因为 众生呢 有各方面的 这个 多样 各种不同的根系 不同的耗耀 那因此呢 呃 呃 要怎么样去度化众生 那必须要有方便啊 那么去接引 那所以呢 在这个文章里面 他有两个部分啊 菩萨品这里啊 呃 第一个就是 命世菩萨啊 行义问己啊 去这个 呃 探问维摩节 居士 那 呃 另外呢 这个后面呢 这个当然 这个是菩萨 世卫菩萨是主要啊 呃 述说他们的经历啊 那这四位菩萨呢 一个是弥勒菩萨 啊 一个是这个 呃 两个是 还有慈世菩萨啦 那也就是说 有两个是出家菩萨 两个是在家菩萨 啊 那么这两个 这总共有四位 那首先呢 就是啊 找这个 先命这个弥勒菩萨啊 啊 那因为弥勒菩萨呢 就是 就是 我们都知道 他就是当来下生啊 就是未来成佛的 那所以呢 也就是说 在菩萨的这个 大众当中 弥勒菩萨 他算是 就是 就是手 就是属于比较 手作的啊 就是比较顶尖 就是比较殊胜 那当然要先邀请他 那 于是呢 这个佛呢 就跟弥勒菩萨说 啊 乳行义 唯摩姐问己 啊 就是说你呢 就去探问唯摩姐 啊 去慰问他 因为他生病了 那弥勒呢 此番慈世 啊 呃 弥勒这里 我们翻译叫做慈世 啊 啊 因为他是以慈心啊 就以慈心 三昧啊 慈心为第一的 所以他在过去节的时候 曾经做一个国王啊 啊 那慈欲国人 那国人称为慈世 至而至今 常名慈世 啊 就是从过去以来 啊 那么他就是 呃 都是称作慈世啊 啊 啊 那那其实呢 有关弥勒菩萨的典故哈 在经典里面也是都有提到 啊 有提到过 那甚至有说他在 某一世曾经就是一个仙人 那因为这个 呃 那时候呢 释迦摩尼佛是一只兔子 啊 是兔子 那这个弥勒菩萨是 一个仙人 那当时呢 因为这个水患啊 就是水灾啊 什么的 然后有七天啊 那这个 这个仙人都没有食物 啊 那这个兔子呢 他就感念啊 这个仙人的这个道德啊 因此呢 他自愿舍身啊 那么要来这个供养这个仙人 所以他就 自己呢 投身 就是这个兔子啊 就是释迦摩尼佛当时的他 他就这个 自己呢 投身在这个火堆当中呢 就是 就是 制焚啊 希望把他的 以他的身肉啊 去供养这个仙人 让这个仙人能够继续修道啊 但是这个仙人呢 啊 并没有 没有因此啊 就是看到他这种发心 这个仙人呢 啊 他也不忍心啊 他不忍心 这个吃这个 众生的肉啊 所以呢 他也就啊 好像也就是 也就投火 也就 也就这个 就露灭了 那因此呢 也就是说 他世事以来 每一世 他的心地都是非常的人质 所以就称作慈世啊 啊 那所以你可以发现那个 那个 那个 为什么一贯道的 一贯道的这些宗亲 他们都 不吃肉 绝对素食 那其实是跟他们 尊负弥勒菩萨 其实是有关系的 啊 啊 所以呢 这个就是 就是能够相应 啊 那他呢 信 信阿异多 阿异多翻成 叫做无能胜 啊 就是无能胜 那或者是叫做 阿异多是名 实事是信 啊 就是这个 信跟名呢 有时候就是 呃 有不同的这个 呃 不同的讲法 啊 但是呢 未见初点 故从此意 也就是说 呃 没有看过这个 他的出处啊 啊 也就是说 说阿异多是名啊 实事是信呢 呃 这个是 没有看过出处 所以呢 呃 就以这个道理来讲啊 也就是说 信阿异多 啊 名实事啊 那他是 娑婆当来 一生补处 菩萨也 啊 娑婆 就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 啊 也就是 当来就是未来 一生补处 菩萨 那我们讲 一生补处呢 其实就是 尽了这一生 未来就是成佛的 所以说 一生补处啊 那 这个时候 弥勒呢 就跟佛讲啊 他说 世尊 我不堪任意 比问己 啊 就是 他就推迟啦 弥勒菩萨 他也推迟啊 那 弥勒菩萨呢 他说 菩萨 他持不堪任意者 非声闻之可比也 也就是说 这个菩萨呢 啊 推迟说 他不能够胜任 去探问 那这个不能胜任呢 不堪胜任 这个并不是 声闻人 可以比得上的 为什么 因为声闻人之所以 这个 不堪任 那 那是因为 他们的智慧 辩才能力 还有他们的 这个 这个 法的一个领悟 都不足 啊 所以当然 他们就不能比啦 那但是菩萨是不一样啊 菩萨呢 之所以称为菩萨 那么他就是已经能够 能够正入这个法身啊 那么已经 也就是说 他们呢 就是已经有得到了 这个 这个解悟 开悟的一个功德力啊 所以呢 他之所以认为 不能够去探问 其实他有他的理由 有他的理由 那这个理由是什么呢 他说 弥勒为一生不处 言不堪义者 起真不堪债 所以他就是 虽然推辞 说大家不能胜任 但是呢 难道真的是不能胜任吗 所以他说 其不义 有生意 之所以不能去 那是因为他有这个 有他的道理啊 那 第一个就是说 弥勒为此土 辅佛宣化之人 当顺佛义 世尊以当度之机 尚未存熟 冤顿大教 不予述说 所以常以方便 建教滋润 令其增长大志 那第一个原因 就是弥勒不散呢 他是持土 就是说佛世界 在辅助佛 要这个帮助佛 来这个宣化的人 宣说教法 教法 化导众生 那所以他呢 照理讲 应该要顺从佛的 这个意思 请叫他去 这个探问 他就应该去 但是呢 世尊呢 以当度之机 尚未存熟 就是应该要度的 这些众生呢 根气还不存熟 就是还不能够接受 这样的这个 元顿大法 所以这个元顿大教呢 不方便 马上就说的 所以呢 他就常常呢 以方便的建教 来滋论众生 那也就是说 他知道佛的用意 最终究竟目的 就是要把元顿法 能够这个直说 那但是因为 时机还不成熟 所以呢 他也是顺着佛的意思呢 他也是用方便的建教 就是用建教的方式 渐渐的去接引众生 让众生呢 能够增长这个大志 也就是说 要有成佛的志向 那弥勒呢 也是以方便建教 来祝佛弘扬 所以他呢 也因为他就是 跟着佛一起 这个这样子的 以佛的方式 那么来度化众生 但是呢 无意中被浸民 以元顿大义穷结 就是 这个没想到就是 居然是碰到了 这个维摩结 那维摩结居士呢 他就是听到 他用这个方便教法 在教化众生 就不以为然 那么他就 用这个元顿的 这个教义呢 那么来结问 这个 这个弥勒菩萨 所以呢 习被异者 今往问及 诸多不变 也就是说 过去曾经被他 这个挫折过 所以现在呢 我去探问他的话 那这个有很多的不方便 也就是说 在这个层次上 本来就是 他就是 我们如果讲白一点的话 他就是他的这个 等于就是他的 层次比他还低 那因此呢 那这当然是一种视线 所以呢 有人就是觉得说 那为什么 这个 为什么这个弥勒菩萨 跟维摩结居士呢 其实他们同样都是 登地的菩萨 都是实地的菩萨 那为什么 弥勒菩萨要 要这么 憋屈呢 然后就是好像就是 显示维摩结比较超生 那其实呢 就是如果就 英国来说的话 唯摩结居士呢 他其实就是 已经成佛的 他是金术如来 再来的 也就是说 他就是 在果位上 他早已经就是成佛 然后现在呢 是视线菩萨 来这个 帮助释迦佛 弘扬教法的 那弥勒菩萨呢 他是当来补助 也就是说 他要未来才成佛 未来一生才成佛 所以就这个 英国的地位上呢 那当然就是 唯摩结居士 还是要略胜一筹的 那 所以呢 他这个 唯摩结居士呢 又都是以 原顿教法 在这个 教化众生 所以 也就是说 他并没有 做一些这个 建教 或者是曲折的 这样的一种引导 那 因此呢 就是比 弥勒菩萨呢 还要略胜一筹 所以 他觉得过去 曾经就是被他 这个 异折过 所以现在要去问及的话 那就有很多不方便了 那第二点就是 弥勒欲知佛意 欲令几数前 辈屈之事 以扬尽名之德 避致物积敬仰 将来入世 本法一节 第二点就是说 弥勒呢 已经 也先了解到 佛的用意啦 就是要让自己呢 先说 这个 过去呢 被这个曲折的 这些事情 那么 借着这样呢 来 显扬 禁明 维摩解居士 他的德恨 那么 务必要让 这些物积禁仰 物积就是指的 这些众生 因为 未来要去 叹病的时候 那这个就是先前的铺陈 也就是说先铺陈 有这么多人 那么都不敢去 那么最后 就是能够 就是能够凸显 维摩解居士 他的这个德恨高超 那么所有人都不堪任 前往去问及 那最后是谁去呢 那当然就是文殊菩萨去啦 那同时呢 不但就是 透过这样的 就是他们个人呢 讲述他们自己 不堪的理由 还有经过 那么能够同时呢 显阳 维摩解居士 还有文殊菩萨呢 他们两个人的德恨 那这个时候呢 就会引起 现场的这些 随机的这些大众 那么耗耀听法 那么他们就会有那种 会有那种热忱 而且对这两位呢 这个大菩萨呢 都会产生恭敬心 敬仰心 所以将来入世的时候 听法呢 就容易能够理解啦 就是能够信受的意思啊 那第三个就是 弥勒呢 是当来成佛 也就是说 他是未来才成佛的 所以其印度之机 皆在当来 众王问及 利益无多 也就是说 弥勒是未来成佛 那么未来荣华三会 有这么多艺人 都是他要度化的对象 都是要能够受度啊 那所以能够受度的 这个根气呢 这些众生啊 都是在未来 所以他纵然现在 他就去探问他 然后在这个探问的当中呢 有这个法的一个供应 可是呢 没有办法让这些众生 得到利益啊 就是说利益并不太多啦 因为他的 他应该度的 受他度化的众生 是在未来的 那现前呢 积在文书 也就是说 现前的这个机缘 是在文书身上 那所以呢 彼往问及 利益广大 如果由文书去探病的话 那么这个 众生所得的利益呢 就很多啦 那其实这个呢 也是 也就是说 就好像我们讲说 同一个事情 或是同一个目的 那但是呢 由不同人去说的话 那其实是 会有不同的效果啊 这个是我们平常的时候 我们也会碰到 所以有时候呢 那也就是说 对于这个根气来讲 那么他也要能够 也要能够事实 也要能够应激啦 所以呢 有这个三个道理 由此善意 故云我不堪认 一笔问及 那这个就是 弥勒菩萨他的考量 所以他就这么推迟啦 那 所以者和呢 为什么呢 他说意念我习 为兜率天王 及其眷属 说不退转地之行 就是也就是说 他是什么样的机缘 被这个维勒菩萨 是挫折的呢 就是说他过去呢 曾经 为这个兜率天王 还有他的眷属 这些天人啊 兜率天人 说这个不退转地之行 那因为这个弥勒菩萨 他就是 未来就是要 就是上升兜率 做这个兜率的这个导师啊 兜率天的这个导师啊 所以呢 这些天王呢 他们都知道 事先知道 所以有空的时候 就是常常都会来人间呢 像弥勒菩萨秦法啦 那兜率呢 翻译叫做知足 所以兜率天也叫做知足天 那么以此天之 以此天之乐 五欲细皆具足 也就是说这个天呢 这个兜率天呢 他们的快乐呢 就是五欲都具足的 那天人亦以知足 所以叫做兜率 那天王之弥勒 当生死天而为教主 故常来恭敬亲敬 那么这个是天王 他们就是常常会来 像这个弥勒菩萨秦法 那说不退转地之行者 就是 为什么弥勒菩萨呢 对于这些天人 兜率天人 那么他要跟他们讲 不退转地呢 就是怎么样使他们 能够得不退转的意思啊 要如何修行 才能够得不退转 那因为什么天人是 当然天乐 无心修道 福尽应当退堕 那也就是说这些天人呢 因为有福报 所以升天啊 但是天的这个福报好 那么这个所得到的五欲快乐 都很这个充足 所以因为太快乐了 没有心想要修学 不想修道 那么可是呢 这个福报受用呢 他会有进 福报进了的时候 他就会退多了 那因此怎么样使这些天人呢 已经有福的时候 还能够更加的增进 那么这个也是 菩萨要度化众生的一个方便 那所以菩萨呢 应激说法啊 不为说不退转之行 那怎么样使能够不退转呢 那就要就是鼓励这些天人 那么要怎么样再更进一步的修行 使善根能够增长 那讲不退转呢 这个必须正出注位 破一分无名 分正一分福体 方德三不退转 三不退转 也就是说不退转 其实有三个不退转 有三点 一个就是 就是所谓的不退转 就是所修的功德 善根 越增越近 不更退失转变 所以叫做略允叫做不退 那么也就是泛语讲的阿匹八治 所以有时候我们也知道说 这个就像这个极乐世界 很多菩萨都是阿匹八治菩萨 那这个阿匹八治指的就是不退转 不退转的意思 那这个不退转呢 也就是不再退失 不再转变 那之所以讲有三不退 就是第一个就是位不退 所修的阶位 到达一个定位之后 他不再退失 那这个也可以说不退失二胜 也就是说我们如果以大圣 原顿教法来说 那他就是要能够达到什么 不退失这个二胜 或者是这个超凡之位 就是已经超越了凡夫了 所以这个不再退失 那么第二个就是行不退 对于所修的刑法呢 不退失 那这个行不退呢 也就是菩萨行 那就是相当于就是实行 实行位啊 就是这个修以这个十度 十度菠萝蜜呢 为这个为基准 那么去修这个修行 那么所以这个行呢 是不退失的不退转 那第三就是念不退 那这个念不退呢 相当于就是登地啦 就是登地之后 就是能够就是这个分正 分正这个真如 然后这个分破无明 一分一分破 一分一分正 那么这个呢 就是念不退 那由此正念 这个就是正念不退转 那么由此正念呢 就能够念念流入萨伯洛 那也就是说由此就是能够直进到佛果 佛果补体的圆满 所以这个就是不退转地 那么当时呢 他就是给这个天人讲这个 跟这个天人讲不退转行 怎么样能够不退转 那么这个福报呢 能够这个继续的增广啊 那么这个时候 维摩杰就来跟他说了 他说弥勒 是遵受仁者计 一生当得 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 那么他就以这个 以这个事实 那么来难问他 为什么因为弥勒菩萨呢 就是当时呢 据说他有带了这个 有16个人 那么一起去见佛 一起去求法 那么后来呢 这16个人呢 就是他们都得到了这个 得到了圣果啊 那但是弥勒菩萨呢 他就是发愿啊 他要 他就是不入正啊 那么他发愿 他希望能够成佛 跟佛讲这样的一个心愿 那么所以当时呢 释迦牟尼佛就给他收记 一生当得 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 那么现在维摩节的问题 就是说 佛说你一生当得 当得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 就是你一生就成佛了 那这一生是哪一生呢 那么他要他讲出 这个一生的定位 有没有一个实在啊 那所以呢 这个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 此番无上正等正觉 那这个无上正等正觉呢 其实就是佛果菩提的圆满 那静明以此为问者 这个维摩节呢 以这个问题来问这个弥勒呢 亦以弥勒为天说法 由智方便见智教中 不能做极光净土之音 那意思就是说 他听弥勒呢 这个为这个兜率天人来说法 是因为他一直都从什么 智就是停智啊 就是一直都是在方便 建教当中去解说的 那因为这个建修啊 建修他就是一个方便的接引 那但是呢 不能够做极光净土之音 也就是说 这个净土呢 指的就是长极光土 那么这个极光之土呢 所证得的就是法身 清净法身啊 所以这个 这个才是什么 就是净土的这个圆满 成就佛果证觉之处啊 那可是呢 这个因地就是不证 所以果呢 就会遭迂蛆啊 所以在我们的这个修学当中 佛法的修学当中 对于这个因地的这个定位 其实是很强调的 而且他要很明确 就是以不生灭为因啊 不生灭心为因地 所以在这个能言经里面 就提到说 要这个 这个我们要修学呢 首先就是要先关照啊 就是你所用的心 跟果地的诀 是不是同一个啊 它是不是能够相辅啊 相应啊 如果你用生灭心 要去做修学啊 那这个呢 这个都是怎样 忠诚有漏啊 就是没有办法能够达到 这个毕竟圆满 所以方便建教的这种修学呢 其实都是从生灭的角度 从生灭心啊 那么去去理解啊 是还没有能够入不生灭心啊 去修学的 所以呢 他就认为啊 如果一直停滞在方便的这种教法当中啊 建制修学当中 那么这个呢 不能够作为啊 这个将来成就啊 极光净土的一个因地啊 所以呢 以元顿大法来说 后面这个当然就是啊 就是 岳小法师啊 那么他的一个隐具啊 元绝经啊 来做一个补充啊 就是元顿大法呢 是知幻即离 别无方便啊 就是没有其他没有不必要透过任何的方法 你只要知道一切法都是幻 如果能够当下体认都是幻 这个时候当下就已经离了 就已经离幻了 那离幻呢 这个就是觉啦 就是觉性 一无见识 不需要透过 如何如何才能够达到这个正觉 所以也换句话说 如果呢 从方便教法当中呢 他是会就是从这个 就是一步一步来 有这个阶级有次第啊 那你要达到怎样 才能够再进一步怎样 那也就是说怎么样从 一直在从妄想心当中啊 这些妄心生灭法当中啊 那么要去达到一个极致啊 那这个当然是不可能 所以呢 一定要什么呀 直接由这个不生灭性呢 那么来看这些生灭 那这个两者合一啊 那么能够即生灭而不生灭 这个时候就是能够知道这些幻 那么这个就已经 当下就已经离了 那这个离其实就是不着啦 就不着于这些幻法 幻的境界 所以并不需要透过其他的方式啊 方法啊 那么来使你啊 使你能够远离啊 那或者是啊 就是当你罹患的时候 这个就是决性的显发啦 就是决性 所以也没有见识可得 所以说何有退不退转 地位阶级啊 所以没有什么所谓的 这个退转不退转的 这个阶级可得啦 可分啦 所以也就是说这些阶级 这些次第 这个就是方便说啦 那其实就一心的 这种显用体用来讲的话 那么都是什么相及不理啊 所以呢 如果能够知道是幻 因为这些幻是一真而起啊 所以呢 只要能够知道这个是幻 那么当下就是真性的显现 真性就是觉啊 就是觉性啊 所以呢 这个就是 能够直接啊 直接去做官修的一个 一个这个 原顿法啊 所以不需要透过这些阶级地位的差异啊 那所以呢 我为谋解居士呢 就是以原顿大义 结问其一身得记 也就是说 我说你一身受记啊 一身得受菩提记 那这个一身到底是哪一身 有没有一身可得呢 所以他就是以这样子来难问他啦 那么就一身来说呢 我们这个 就是在这个大字作论里面 就是经典里面就是提到的 就是我外乎就是三身 三身啦 那也就是甚至于我们讲 我们讲这个是 生生世世嘛 生也仅止于三身 那么可以推论啦 那是呢也是三世推论 那也就是说 之所以有生有世的这个时间 这边的定位是因为有现在 有现前这一念 现前这一念 所以才由此去往前推 往后推啊 所以 所以现前的这个 这个现在啊 或者是 那么这个现在呢 其实也是什么 刹那不住的 也是刹那 那也就是说 要求得某一个 某一身 或是某一世的这个定处 这个是不可得的 那但是佛说 你一身得菩提 那是哪一身 所以以弥勒菩萨来说 他的现世 就是在人间啊 在人间 那他的未来 他就是 就是上身兜率嘛 所以下一身就是上身兜率 那第三身呢 其实就是他的这个 就是当来成佛 那以当来成佛 这一身他已经是佛身了 所以就 你就是不要讲 不是讲受祭的 已经受祭圆满了 所以讲受祭的这个阶段呢 究竟是哪一身 其实就是在他上身兜率的这一身 因为这一身他是人 人间 这一身就不算 既说他一身呢 就是以未来身 那这未来身就是上身兜率 补处 这个补处菩萨的时候 那所以呢 维摩解居士他就问说 那你一身这个佛呢 至尊受祭你一身成就 那到底是用哪一身得受祭呢 唯用何身得受祭乎 是用哪一身来受祭呢 是过去身吗 还是未来身呢 还是现在身呢 然后他说如果是过去身的话 过去身已经灭了 那如果是未来身 未来身还没到啊 未来身未至 那若现在身的话 现在身也无助 所谓无助就是 刹那刹那不断的经历 所以 也没有一个现在的定处可得 所以是无助处啊 那后面他就引证佛说 现在无助的意思 他说如佛所说 比丘如今即时 一身一老一灭 就好比佛也说啦 这个你现在呢 也是身 也是老 也是灭啊 所以呢 因为我们的时间关系 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 休息十分钟 接着我们再继续 弥勒说不退转地之行呢 必也分正一分菩提 方不退转 那即是是我得菩提 而他不得 故以不退转菩提 而为说法 那 也就是说因为弥勒菩萨呢 他自己已经得不对 不退转了 那他不退转呢 也就是说他能够 分正菩提啦 所以他知道他知道他是不再退转了 所以他才这个因为别人他认为他已经得了 那别人还不得 所以呢就教化别人呢 要以不退转菩提 那么来这种方式来说法 那为祭受一生得菩提计 结其身在何身 也就是说他既然已经受了佛呢 受祭 受一生得菩提 那到底是在哪一生呢 那如果是过去生的话 过去已经灭了 那不得未知生 那未来还不到 所以也不得未知生 所以过去生 未来生 其实都不能够有称作是生 那现在呢 虽未知生 现在虽然是现在生 但是呢 又因为什么 以念念牵械 心心不住 这个因为就是 虽然是现在生 但是呢 这个 每一个念头 每一个念头都不断的在改变 因此呢 心心不住 也就是刹那刹那 都是不停留的 那到底是以哪个为主呢 所以也不得未知生 那佛说 一生一老一灭 此正无住一眼 就是用这一句话 就是佛呢 曾经讲过的 那么来证明 一切都是无住的 无住就是不停留 是没有停留 没有住着的 那所以呢 如果是无住的话 那么就没有现在生 可得啦 也就是说 因为无住啊 所以现在生 那当然也就是 没有一个 决定的身处 那身上不可得 菩提岂可得乎 也就是说 你从 以哪一生为主 这一生都不能够定位的出来 那菩提怎么能够 有可得呢 就是因为由一生得菩提嘛 那一生都 没有办法定位出来的话 那这个菩提 怎么能够有得 所以呢 菩提既无得 则无受者 也就是说 菩提如果无得 没有得菩提者 那这个就是 没有受者 也就是没有 受济的这个人 那既无受者 无菩提 无菩提 则何有不退转 菩提之行可说呢 这个也可以说 就是非常尖锐的一个问题 那也就是说 就是这个其实指的 就是无人 就是人空的意思 就是人 因为我们这个 就是就法上来说呢 就是因为众生有直 弥直 所以直 有我 那么有这个实在的境界 有实在的这个 这样的这个生 可得啊 那因此就 因为有 所以有所得 那其实呢 一切法是无我的 那既然是无我的话 就无有受者 无有受者的话 就也无有菩提的法 可得啊 所以如果无受的话 那就无菩提啊 那如果无菩提 那不退转菩提的这个行门 那就不能建立了 也就是说 不退转菩提之行呢 是因为要求得菩提 所以才教你要怎么样去发心修行 那既然菩提无可得 那不退转之行 又怎么可说呢 所以呢 他说若以无身得受计者 接着讲啊 那如果既然诸法是无身的话 那 以无身得受计 那这个无身就是正位啦 那于正位中 亦无受计 亦无得 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 云和弥勒 受一身济过 也就是说 如果从有身来说 有身是不可得有身嘛 因为一切追究起来 这些有 其实当体都是空 都是不可得 那么你说无身 不是有就是五嘛 那么如果有身是不可得 无身是可得吗 以无身来受计的话 这个无身呢 就是正位啦 那所谓的正位呢 其实就是 就是菩提的一个 一个这个 菩提的这个 所谓正位就是我们讲 就好像你这个 这个正位其实指的 就是真如法性 就是前面讲到的这个菩萨呢 分正真如 破一分无名 分正菩提 这个是 这个菩提指的就是 这个正位指的就是这个 那就好比 比如说 比如说你在学打靶 你要打靶的话 一定有一个红心 红心的所在 它就是正位 那如果红心之外的话 那个 那个这个都不算 这个就是不入正位 就称作不入正位 所以这个无身呢 就是正位呢 那指的也就是 整个 就是这个 这个理体啊 这个法 法性的这个理体呢 它本身就是无身的 那么这个无身 就是菩萨要能够去 去这个 去正入的一个 所谓讲不退转地 念不退 其实也就是能够 入于这个无身人 无身法 所以在这个无身当中呢 因为既然无身的话 就是 什么都没有建立的 因为无身 所以就是 离于生灭 离于一切的 有象 一切现象 所以在这个正位当中 当然也就是 没有受祭 也没有得 阿尿多罗三秒三不提 因为 无身就是空啊 所以 云和弥勒 受一生祭乎 所以你说 弥勒要一生受祭 这一生如果在 无身当中受祭 那么这个也说不得 所以从有身 的这种生生当中 过去现在未来 去追究 那么这个有 这个也有 也不得有 就是也是 当体就是空 那如果说是从理 这个 是这个正位当中 去得受祭的话 那么这个正位 就是无身啊 那无身的话 更没有受祭 或者是得福体 这回事啊 那你要从哪里来 受一生的祭呢 所以这个就是 有无都双浅 有跟无两个都是除浅 都不能建立的 那既无有身 即无有灭 无身无灭 这个就是极灭 所以叫做极是正位 那么极灭呢 其实就是 就是当体 就是诸法的当体呢 就是极灭性 所以这个极灭呢 就是正位 那么在正位当中 如果有受祭 及得菩提者 那么这个就是生 也就是生灭的开始 那有身即当有灭 那有身有灭 这个就不是正位 这个就不是正位 所以才说 于正位中 一无受祭 一无得阿尿多罗 三秒三菩提 所以如是益者 云和弥勒得一生即火 也就是说 像这样的话 从无身的角度来说 那你也不得受祭 那么从无身来说 是也不受祭 那从真如上来讲 如果从 唯从如身得受祭 也就是说 从这个真如法性 那么如果是从真如来得受祭 如身得受祭 其实就是 因为就是你透过 透过这个正得了这个真如 然后呢 由此而得受祭 或者是从如灭得受祭 也就是说 就是正得了真如之后 灭了就是灭了这些 这些烦恼 然后能够得到了这个 理性的极灭 那么到底是这样 得受祭呢 他说若以如身得受祭者 如无有身 若以如灭得受祭者 如无有灭 这个如就是真如 所以说如呢 即是真如 又即上文正位中 所含之真理 也就是说 所谓的正位 其实就是这个真理 所以叫做如 那意味为父 从如如智升起 得受祭 也就是说 你就是 你生了这个 升起了这个如如智 这个如如智 也就是正得了 然后这个如如智升起 这个时候来受祭呢 才是从如如理极灭得受祭 这个是 理跟智 其实就是 究竟的一个 究竟的一个 一个果 就是只有如如理跟如如智 那这个如如理呢 是理体 体是极灭的 那么所以这个极灭的理体呢 怎么能够 是从这个极灭理体来受祭呢 那如如智的升起 其实指的就是 这是理体的一个 就是相用 那还是呢 由这个智来升起 得受祭 也就是说 要受祭 一定要有一个 依处 也就是说 你一定要有一个 有一个 有一个定位 那么由这个定位呢 来说 你受祭 才可以说明受祭这一回事 那现在呢 推寻这个定位 其实都不可得 所以呢 如果以如智升 而得受祭者 如本无身 真如本身就是无身 就是无身就是极灭 所以是理于生灭的 那有身呢 那即是凡夫 就是妄啊 那么极非是儒 那这个就不能够说是儒啦 也就是说 就是属于妄相 那所以说 如无有身啊 那若以如理灭 而得受祭者 就是如理 如如理啊 灭极灭 而得受祭的话 如本无灭 如果直灭呢 这个就是外道见 外道的看法 外道有生灭 生灭的这种 两边的这种见解 那就这个真如离体来说呢 它是离与生灭 所以它就是离 所有一切相 就是这个离体呢 它是离言说相 离明字相 离心元相 是毕竟不可说相啊 那如果也就是说 就是毕竟无身啊 那从无身 在无身当中呢 当然就是一法不可得啊 如果你要勉强要建立的话 那这个建立呢 其实就是旺的起处 无明的开端 所以呢 这个如呢 本来就也没有 就是离与生灭 所以讲如身 其实如无有身 有身就是凡夫 所以讲是如灭的话 才得寿基的话 那么直灭 这个就是外道见解 这个就不是佛法的正理啊 所以就不是如啦 所以说如无有面 那这里呢 它其实就是 从这个 这个法性的这个离体 真如理呢 那么来难问 这个受祭的 这样的一个定处啊 所以它说 一切众生皆如也 一切法亦如也 众贤胜亦如也 至于弥勒亦如也 也就是说 这个如指的就是真如 所有一切众生 通通都是什么 通通都是这个法性 那么一切法 一切法指的就是包含 包含所有的一切这个世间 气世间啊 一切这个无情 三合大地啊 这种种啊 所有一切 世间法 初世间法 这个通通都是啊 那甚至于五运啊 六根六成啊 十八戒 这个通通都是属于一切法 那么这个呢 通通也都是真如 都是真如法性所写的啦 那众贤胜呢 也是如 也是真如 那么这个如呢 至于弥勒也是如 因为弥勒也是属于贤胜位啊 那么也是属于众生之类啊 所以呢 那也就是说 不管有情无情 一切万法 通通都是这个真如体性 那么也就是说 在这个真如体性当中呢 是必尽情境啊 是圆满周片的啦 那所以 大家都是如 都是真如体 那 由谁来受祭呢 也就是说 如果弥勒你也受祭 那我们应该 大家也都同得受祭才对的啦 所以他说 佛言大地众生 稀有如来智慧德相 啊 皆有妄想执着 而不能正德 啊 那么这句话 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啦 就是佛呢 在这个菩提寺 书下正道的时候 啊 那么他所发的一个感慨 啊 那也就是说 大地众生呢 大家都有如来智慧德相 也就是说 一切众生 皆有佛性的意思 啊 那但是呢 也就是说 一切众生都是 本来就是 就是佛啊 那但是呢 就是由于妄想执着的关系 所以没有办法证得 啊 没有办法证得这个妙性 所以呢 如果从相而观 即是众生 从性而观 即非众生 所以说 一切众生皆如也 啊 那也就是说 因为所有的相 啊 相就是外貌啊 啊 你从外相上来看的话 那么就是众生啊 那众生有各类 各类的差别啊 啊 那所以呢 就有这个 使法界 有六道 有种种的这些差别项 那这些 这些都是什么 从相上来看 从相上来看 都是众生 那这个相呢 其实是虚妄相啊 啊 那么这个相之所以产生 其实是 依于真如法性 而起的 啊 也就是说 无名怎么有呢 无名本身是体空 没有一个实有的无名 但是因为怎样 因为这个妄想 执着的关系啦 所以呢 才在这个 本来是同一体性 亲近真性的这种 啊 这种份上了 那结果就产生了 这些无名妄想 因此就 变现了啊 这个种种的一切变化项啊 就是所有的虚习变化啊 那么这个 这个也称作不思议啊 那就是 就是有了这些众生 有了万法 有了这些万象啊 就是 有种种的境界 那这些呢 通通都叫做相 相呢 它就是差别的 啊 那它一定就是 有各种的不同 所以从相来定位 它的话 就称作是众生 所以我们从相上来看啊 可以分别 这个是什么 那个是什么 种种的差别 但是如果由性来看的话 就是非众生啊 所谓非众生呢 指的就是 无有众生相可得 无有实有的众生可得啦 所以众生是空 非众生其实指的就是空 众生其实是空的 就是没有一个实在的众生 为什么 因为全体都是真性 那所以呢 这个也就是看法的问题 就是因为我们众生都是在向上取见 就是从外向上 那我们去做分别 去做分盘 那从外向上的一些这个行为 或者是事态呢 那我们去取着苦乐 就是这些都是从向来产生的了 就是因为我们着于向 所以说妄想执着 那我们从向来看 所有一切的通通都是差别 在这些差别当中是 无法求得一个平等性 那这个平等性呢 其实是一切众生是共同的 是同一个法性 那但是这个同一法性的这个观点 要能够免除我们众生 自他的分别 所以这必须要从同一体性的这种观点上 那么去产生 那所以如果从性上来看的话 就不是众生 所以说一切众生皆如 一切众生皆如 这个是从性上来看的 就是由性来观相 透过性来观相 了解到性相不二 那么所以呢 这个其实是整个佛法 就是我们整个佛法的核心要义 其实都是在 怎么样去 观照这个性相应如的这个道理 就是 因为性是不可见的 所以称作真如 因为他 这个真如也是假名 假名的建立 为什么 因为不可名状 不可说 但是为了要方便 有一个指称 从性来说 就是讲这个不变的这个体性 那称作是真如 那么这个如呢 这个真如呢 其实就是 骗一切处 骗一切处 那就是 所谓的骗一切处就是 含射了所有一切色空 就是一切虚空 一切色法 一切众生 所有一切的万法 含射在内 那通通通都是依于这个真如法性而产生的 那也就是说 依于这个真如法性 这个法性是不变的体性 它是不改变 它是不变异的 也不虚妄 所以称作真 那因为不变异呢 所以称作如 所以这个真如呢 它就是 就是我们在 这个整个包含的话 叫做真如法性 那如果从众生身上来说 就称作佛性 如果在这个 就是对于这些气势间来讲 就是称作法性 那是不管佛性法性 其实是同一性 正得了这个性 那就是称为法生 就转名叫做法生 所以这个真如法性 就是可以说就是 所有一切万法的一个体性 那因此呢 万法之所以会产生 就是由于这个真如 依于真如而有的 就是没有真如法性的话 那么这些万法 这些万象就不可说的了 所以呢 从性来看相 一切众生都是真如 都是如 也就是说没有 持有的众生可得 也就是说众生 没有离于真如之外 另外有众生 那因此呢 在对于这个 这个自性的 这个法性的观点 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 这个所谓的不退转 前面讲到的这个不退转 念不退 其实就是能够正入这个法性 念念不离 不离这个正念 这个 所以呢 这个就是 这称作不退了 那也称作是正位了 所以 华言云 应观法界信 一切为心照 就是应要 就是 华言经举 华言经讲 就是要了解 观照这个法界之信 法界信呢 一切都是为心所造 那么这个为心呢 这个其实是指的就是 因为有一个造作 所以这个为心当然指的就是妄想心 就是妄想心所造作 因为法界信呢 本身离于造作 它是无生嘛 所以无生无灭 它本身就是不便义 因此呢 它是离于一切的造作妄想 但是呢 它能为一切 有为无为的所依 所以这个道理呢 就是 大家呢 在平常的这种修学当中呢 就要能够去体悟它 那么 所谓讲的真如 这个如指的是什么 就是心体 简单来讲 就是 我们讲法界一心 法界就是一心 一心就是极灭 一心就是 也称作如来藏 那其实指的都是 就是这个 自信清静心 这个心体 这个心体本身就是叫做真如 那禅宗云一求财挂体 万法细接如 一己一切法 亦如亦也 也就是说一切法都是如 那如呢 为修道者之归去 这个禅宗呢 这个就是 一个祖师呢 那么他的这个 悟道的话 那么也就是说 一求财挂体 那指的就是什么 就是 无名生起的时候 无名产生的时候 求就是皮衣啦 那也就是说 我们的色身 我们的这个众生呢 就是这个 生命一头生的时候 那其实 所有一切万法呢 就是同时 通通都是真如法性的啦 所以那也指的 就是一切法亦如 那如呢 是修道者之归去 所以叫做 众贤圣亦如也 为什么 因为修道要 修道呢 要往什么方向去修学呢 去修行 去深入呢 其实就是 对于这个真如法性 的这个道理 要能够回归 因为所有一切呢 都是由 依于这个心 依于这个心性 所产生的 所以因此呢 修学呢 也是要能够 回入这样的一个心性 所以众贤圣也是如 因为他们也是 依于真如法而修行 那弥勒也是属于 圣贤术啊 就是也是属于 圣贤这一类 所以呢 说 至于弥勒 亦如也 所以这个就是 从 人 或者是法 那么各方面 全部含色呢 都是真如法性 那么 至于这样子的话 那么 你 你能授记 我们 大家通通都应该 得到授记的 所以接着他说 若弥勒得授记者 因为统一体性嘛 所以一切众生 亦因授记 所以者和 为什么呢 福如者 不二 不义 真如是 不二就是 一啊 不二就是 一 但是呢 不义呢 就是不差 不差异 没有 那也就是 不二不义 也就是我们 常常讲的 这个 就是有 一跟 义的一个差异 为什么讲 不二呢 因为是 同一体性 所以呢 不管是 性也好 相也好 相是 不离性 所以 而且相是 虚啊 所以呢 整个是 性跟相 两者是 不二的 那不义呢 就是 没有 没有差别 所以 不二不义 其实指的 也就是 都是 同样都是 这个 真如法性 那么 所以 既然是 众生 既是众生 诸法 贤胜 弥勒 一切皆如 即 无二之也 就是 大家 通通都是 这个 真如法性 都具有 这个 真如体性 所以 如果是 以这个 真如体性 来授记 的话 那么 你得授记 我们所有人 应该也都 得授记 所以 叫 无二之 无二之 就是一致了 那 所以 如是呢 则 凡 圣 情 敬 体漏 真 场 如果 这样的话 那么 凡夫跟 圣人的 这种分别 就没有了 也就是说 因为同一个 体性 由性 而观 的话 那就 没有什么 所谓的 凡夫或 圣人的 差别 所以 这些分别 就没有了 体漏 真 场 就是 当体 所显露的 就是 真 场 不变的 一个 自信 就是一个 法性 所以 这样子的话 何以有 得计 不得计 之意呢 如果这样的话 那怎么还有 得受计 或不得 受计 的 差别 因为这样子 大家应该都是 平等的 所以说 如果 弥勒 得受计 者 一切众生 亦因 受计 因此 他才这样子 难问 就是说 那你 这个一生 得受计 到底是哪一生 第一个 三生 这一生 不可得 所以 不得受计 因为生 都不能建立了 怎么能够建立 受计的 这个实在呢 第一个 不能受计 第二个 如果是无生 受计的话 无生 就是 一切都是 空极 就是极灭 所以当然 一法都不建立 哪里还有 受计的事情 无生就是正位了 所以 也没有受计 那如果是 以真如法性 是依于真如而受计的话 那所有一切众生 通通也都是 这个真如法性 体是真常的 一切众生 同体 那么这个体呢 体性又是真常 所以呢 跟你弥勒 也没有差别 所以如果你受计 那我们大家 通通都应该 也受计才对 所以呢 以如体 不二不义 这个原因 理由就是因为 真如之体呢 是不二的 而且是不义的 没有差异的 那也就是说 就是一啊 只有一真而已 所以受计呢 义当不二不义 那 所以有二就是分别啦 有义也是差别啦 所以呢 因为是真如体 是一真之性啦 所以是唯一啊 因此是 大家都一样啊 那么 意在情与无情 同源总治 啊 就是用意呢 这是要指出 情与无情 同源总治啊 啊 总治呢 就是一切总治啊 同源总 源总治就是成佛 啊 成佛呢 就能够成就一切总治的这种智慧啊 所以这个成佛是不是只有 有情能够成佛 无情也同样能够同源总治 啊 那为什么说无情也能 情与无情都能够同源总治呢 那因为前面有讲过 一切众生啊 包括 有情无情 通通都是这个真如法性 一语真如法性所显发的 啊 所显现的 那因此呢 更进一步的讲 就是把那个范围再来缩小的话 就是 成佛的是谁 成佛的就是你啊 成佛的就是你啊 也就是说这些无 这些这个情呢 指的就是我们众生嘛 有情是 有分别是 有这个 见分的作用 啊 所谓的见分就是我们有六根的这个 呃 的这个 这个 这个 见吻觉知啊 能起见吻觉知啊 射受境界的这个 称作为有情 啊 那么这个是属于见分的部分 那无情呢 就是由见分所对的相分 就是境界 所有一切境界相 啊 那么这个见相这两个部分呢 其实都在一心当中建立 因此呢 也就是换句话说 你所看到的情境啊 无情的这些情境 或者是乃至于其他 有情类的众生 那么这些呢 通通对跟对你来说 对你的自心来说 他都是属于你的境界 都是属于你的相分 所以当你成就的时候啊 你成佛的时候 当然这个所有的一切 见相二分 他就同时消敏了 就 就 就 你成了 就是等于你 你就成了佛 啊 你成就的时候 那么这些也是 同时就跟着你 消敏而成就 啊 所以就是 道理上就是说 你所看到的这些无情 跟你其实是一体的啦 所以你成就一切成啊 啊 所以 当成就的时候 就 无有佛道可成 啊 为什么说无有佛道可成呢 因为 所有一切的这个 就是所成的这个佛道 其实是就因 就迷的角度来说 啊 说有佛道可成 从因地啊 治果地来说 他是有佛道可成 可是当成就的时候 当体就是 就是佛 佛道的一个圆满 本来就具足的圆满 所以并不是从外而得 只是怎样 就是 就是虽然成佛 可是不是新佛啦 因为就是本来就是啊 所以 岂有纪别可受呢 那也换句话说 这个自信本来具足啊 所以呢 哪里有这个 受祭啊 可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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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祭的啊 所以前面呢 就是先讲到 先讲到这个受祭 是无人可受 啊 就是无有受者啊 没有一个受者 那因为这个 因为人空啊 无有受者 那菩提呢 接着讲菩提 菩提也是无法可得啦 没有实有的菩提 因为菩提像呢 本身就是极灭像 啊 所以呢 并没有一个菩提的 的这个 这个 这个食果 可以得啊 所以呢 那也就是说 人法 聚空啦 啊 因为 弥勒呢 在说这些建修的 这些法门的时候 建教的法门是 有人有法啊 就是有人修行 有法可得 那 这个当然就是 就是方便的接引 那 维莫姐居士呢 他是从原顿的治理来说 来这个 劫难的 所以是 无人无法 必尽清净 那么这个 这个道理呢 那当然就是 从他们两位的 这样的一个互动 那来显发 所以他说 若弥勒得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者 一切众生 皆亦应得 啊 所以者和 为什么呢 如果你得菩提 那一切众生也应该得 为什么呢 他说一切众生 即菩提相 啊 也就是说 所有一切众生 就是菩提相 啊 那换句话说 一切众生之性 就是菩提性 因为性相是不二的 啊 只是什么 从相上来看 啊 从相上来分别 那么 其实一切众生 就是菩提相 所以他说 这个是以自信菩提 难得济 修得菩提 啊 得济指的就是这个 他得受济嘛 那他得受济呢 是 是指什么样的菩提呢 是修得的菩提 也就是透过修行 而成就的啊 这个菩提 那 这里讲一切众生 及菩提相 这个是 自信菩提 也就是说自信 本来就是菩提性 啊 所以一位修得菩提时 即是正的自信菩提 非从外得者 啊 也就是说 如果你修得菩提的时候 其实就是正的自信菩提 也就是 不是从外而得的 啊 也就是说菩提呢 就是你的本心啊 那你的本心呢 就是因为什么 无明妄想啊 所以本来就是亲近啊 但是因为无明妄想的关系 所以有很多种种的这些堪称痴 这些杂染 那所以修行呢 我们讲说修行是修心啊 不是在修外相 因为外相是生灭的 那修心 心呢 要知道心体的本貌是怎样 心的本貌 它是什么都不建立的 就是如虚空一般 所以什么都不建立 因为什么都不建立 所以才能够建立 让一切法能够分布安利 那所以呢 这个修呢 其实是无修之修 修无修修 所以我们常常会 从这个原顿的这个语词当中 我们都会看到这样的话 就是修无修修正无正正 修行是修什么 是不是没有修行的修行 那所正的呢 是没有正的的正的 那有时候呢 你听这种语词 你好像就觉得很怪异啊 到底是这样的这种语词 到底有修还是无修呢 有正还是无正的 那到底是要修还是要正 需不需要 那我们就会常常会 有时候会被这个语词呢 就是会这个混淆 所以无修之修 怎么样去认定 无正之正要怎么认定 怎么样去了解 那好比说 我们讲无修呢 就是没有一个 实有的修行可见可得 就是修行无有修相 所以我们讲说 你说什么叫做修行呢 其实讲起来这个因为修行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总称 一个总相 所以并没有一个实质 那可是你说没有修的话 可是又要叫我们要修行 那你又要去做 要去做 要去做这个不就是修行 可是这个为什么又不能 只所为是修行 因为一切本来空 一切是本来空 一切法本来是无可建立的 但是呢 为了要使我们众生 因为众生在迷 所以为了要让我们能够从迷转悟 因此就会有很多的假明施舍 那么这些施舍呢 都是什么 针对这个使众生能够明白 那么来建立的 所以就好像 其实这个虽然建立 但是也是当体也是空 也是不能够止以为实 就比如说呢 我们常常以世间法来讲 以世间法来做比喻 就是一个古董 就是一幅画 一幅画就是以前古人 所随意画下来的东西 或者是他呢 一时兴起所画出来的这个东西 但是因为年代久远了 所以呢 就有人认为他是珍贵的 那就有人会欣赏他 其实这一幅图本身 没有任何的 没有任何的定义去建立他 他本身就是一张图而已 那但是呢 就是众生的分别心 你去建立他的意义 建立他的价值 然后去建立他的这个用处 然后去建立他的这个 种种的这个庄严美好 或是建立他种种的 这些历史的这些评估 因为有人分别心而建立了他 那么这个分别心 第一个分别心本身就是妄想 就是没有一个来处 就是自己呢 就是会产生这样的一种念想 好了 当你建立了这些之后 那这一幅画 他就赋予了他的一个价值 比如说他就开始拍卖 通过拍卖 然后就有怎样 就有100万美金的售价 就卖出了 所以变成这个100万美金的价值 就是这一幅画的等值 就是这一幅画 等于就是100万美金 好了 那么接着呢 有一个人又想要获得这一幅画 因此他就加价200万美金 去买了这幅画 所以这幅画又升值了 然后他就说 他有这个200万的价值 那其实这些价值的这些浮动 这些通通都是妄想心而建立 妄想心 依于当前的这一幅画 然后呢 起了种种的这些设想 然后就建立它 然后因为有人呢 想买结果因为 也付不出来 可是又想要那怎么办呢 好了就有施设 分期付款的方式 好那么这些呢 种种啊 通通都是 施设出来的 也就是说他都是 依于这个 这一幅画这个法 然后就安利了种种的这些 名义啦 这些定位啦 或是这些 那其实这些本身呢 都是什么 都是相对于这些购买者的分别心而施设 所以其实本身是没有的 也就是说实质通通都是虚望 都是不可得 也都是变异的 就是他都会改变的 那因此呢 我们讲说这个 价值或是他的定义 就是没有价值的价值 本来是没有价值的 对不对 那并没有所谓的100美金 200万100万的差的建立 可是这些本来是没有 可是建立了 因缘而建立了100200的这种数字 所以这个价值 就是世俗地所建立的价值 就真理来讲是没有的 是没有价值的 所以呢 从所以称作这个价值 是没有价值的价值 那么修行也是一样 是没有修行的修行 没有修行的修行 有没有修行 有还是要修 但是这个修呢 不是执着的修 而是修为了要回复 所以说正也是怎样 无正之正 无修之修 修无修修 正无正正 其实也是这样 因为你正呢 是正的本来的 本来的这个样貌 本来的自信 所正的其实是本具的 那讲所正的部分 是因为你 因为无知的关系 无明的关系 所以你必须要 透过方法 那么来达到这样的一个 一个目的 所以透过这样的过程来讲 我们叫做修行 但是这个修是无修之修 所以呢 也就是说 这个呢 是从自信菩提 来难得记的修德菩提 修德菩提就是 那也就是想说 虽然是同一个菩提 菩提并没有二制 不是有两个菩提 不是有二法 而是什么 自信菩提是本具的 本来具足的 但是修德菩提 就是从后天上 就是从这个 为德之前 那么或是为物之前 所说的这个过程 所以呢 也就是说 修德菩提的时候 那么这个就是 正的自信菩提的时候 所以并不是从外而得 那自信菩提呢 众生皆惜本具 就是一切众生 本来就是具有的 就具备的 故云若弥勒得菩提者 一切众生皆亦应得 所以那么一切众生 及菩提相者 这个是从自信菩提来说的 一切众生及菩提相 那指的就是众生 自信菩提 因为一切众生 本来就具备 本来就具有的 所以这个菩提 或者是这个自信 或者是我们讲 这个法性 或者是你这个佛性 这个都是你本来具备的 这个是不是 谁赋予你的 不是谁去加持你的 让你有的 或者是你修行才有的 那不是 我们讲说你修行 透过修行 你才能够成就 只是显发而已 不是从外而来 因为你本来就是 就是具有这个 甚至我们讲摩拟宝珠 本来是具有这样的一个 一个自信的 这个亲近的 这个这个信德 那只是因为我们众生不知道 所以就谜于外 执着于外 那所以呢 这里呢 就是如果是谜于外在的时候 那都是心外求法 那个这个都是叫做 就是都是属于这个 生灭 那都是 都是属于 也可以说是接近外道法 那就是没有 没有深入核心道理 那你如果从核心道理 去起修的时候 那所有修的一切法呢 都是跟核心不相离 就不离 好 所以这个就是 自信菩提的部分 那我们今天时间呢 就先上到这里 留一点时间给同学 问问题 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下到这里 走 我才对 架子